常不戴口罩害我瑕疵更嚴重了 就這種瑕疵皮啊 還選一般的粉底液 一天過去 底妝暗沉又厚重 顆粒感也更明顯了 總會用BB霜 結果更慘 毫無遮瑕地可言 根本是白化 證明是現在口罩解禁了 我們穿不好的底妝 也不能用口罩再遮住了 可是我最近用這個新款 哇 自然還跟沒化妝一樣耶 我今天一整天下來 完全不暗沉 但是跟剛上妝一樣 很輕盈又自然 別人都還以為我皮膚變好耶 你看我這個黑眼圈 還有這些毛孔 甚至這些小瑕疵 我覺得它真的很厲害 嘶嘶 你看這個粉質 超細 它也整性很好 最晚貼合皮膚 每次外上妝我都覺得好舒服 那這裡一拍開就是直接和皮膚無縫貼合 就這麼近的看 是不是都完全沒有粉感 但就感覺換完這半張臉 皮膚底下就變好了 你看 均勻 很透亮 像我們這種瑕疵皮啊 都想追求無瑕輕薄的妝感 所以底妝更要選那種 細膩又方便的 真的會讓你在化妝過程中 省下很多 妳們上完就是很漂亮的奶油漬 而且它這個粉感是真的很弱 我就喜歡它這一點 就會感覺我好像沒有化妝 皮膚本來就這麼好一樣 蜜粉我也要消它們的百成多蜜 不大可以更控油 還可以幫助定妝更持久 推出出來的就是這種很乾淨 又透透的底妝 這樣出門就再也不用擔心了 真的 幾乎沒什麼脫妝或是暗沉耶 像是鼻液啊 眼下啊 都沒有斑駁或卡粉 而且連毛孔的位置也是超級細膩 一整天下來這個妝效 我已經不知道從哪裡開始化了